大家好,我是375先生 針對本次暑期專題我要做的題目是 市售空氣清淨機清淨效果實際使用測試 測試的品牌如下 有3M、安利、克力鏡、Coleway、大金、日麗、Honeyware、三菱、Panasonic、菲利普以及SHARP 首先在拍攝之前我要先介紹我的好朋友及助理阿傑 他會幫助我完成接下來所有的測試及影片拍攝的工作 好的,首先我先向各位說明我們現在的測試環境及測試的流程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屬於一般的住家 平室大概是70-80名左右 如各位所見,現場的門窗都已經關起來了 同時,我們將空調開下去 以模擬一般的住家會使用的情況 好,空間接觸就在完畢 我們先來講測試流程 我們今天的測試流程 會使用這台工具 空氣懸浮微粒檢測儀 它會計算空氣中每粒方英尺有多少懸浮微粒 現在我們先將測試現場環境 開機之後 我們現在準備開始計算 它現在計算出空氣中每粒方英尺 你的懸浮微粒有455萬個 那這樣是數字越大越好嗎? 當然不是 數字越大代表空氣中的髒東西越多 接著 我們會將清淨機開機 把它調到最弱的風速 然後檢查它的出空口 檢查經由這台清淨機處理過後的空氣 所能達到最乾淨的程度 同時 你應該可以看到它的數值會不斷下降 代表空氣是越來越乾淨的 接著 我們會開始實驗的第二步驟 會將清淨機開到最大風速 並且將檢測儀 至於 距離清淨機大約3公尺的位置 並且插上電源 以確保這一個小時 它的電源不會中斷 這一個小時之內 每15分鐘 我們會將各位報告一次它的數值變化 一個小時過後 我們將檢查這個空間 四個角落的數值變化 以上 就是測試的油程